中国流传有这样一款神药 由于它的存在 2021年疫情期间 全年让中国无一例死亡 它对疫情病毒不仅可以治疗 还能预防 中国的国民在疯抢不算 就连外国的华人也在疯狂抢购 黑市价格一度被炒到了十倍以上 也一药难求 在上海封城期间 饿了肚子的上海市民表示 菜叶子可以没有 但这个药必须得有 这款药神奇的疗效 图腾一般的成为了中国的骄傲 网友们纷纷用统一的格式 书写着对该药的崇拜 我24岁在日本留学 得了慢性肠炎 吃了五盒莲花清瘟 好了 我邻居因车祸失去双腿 吃了十盒 腿又长出来了 他儿子本来脑瘫 也吃了十盒 现在剑桥独博 更令人佩服的是 这样一款神药 我国仅仅用时15天 就研制成功 于是我党各级政府部门 官媒党媒纷纷来为这款中国神药 站台助威 万要不和卫健委 邀请专家钟南山 说该药有效 真的是有效 卫健委发布了红头文件 将该药 列为治疗新冠的推荐用药 人民网也发文 称此药已经获得 世卫组织的认可 那么吹了半天 这款神药 到底是个啥东东 这款神药 是中国伟大中医的瑰宝 它的主要成分麻性石干汤 来自于东汉末年张仲锦的伤寒论 距今已经有1800年的历史 这款神药让该药厂的股价 自2002年以来 整整翻了5倍 不过就在最近 这样一款中国瑰宝 竟然莫名其妙的被打下了神坛 该药的股价连续三天跌停 总市值蒸发了160亿元 曾经纷纷为该神药站台的 各大新闻洗地员们 也纷纷的360度掉头 辩解称 之前一直说是可以治 但是从来没有说过可以防啊 我们来看看人民网的报道 赫然的写着 防治两个大字 在中华汉语词典中 防治就是预防和治疗的意思嘛 不少网友和网络大V们 也纷纷的爆料 说当初这个莲花清文的推广员 找我们这些网红大V 给他推广的广告词当中 明确写了可以预防 在舆论疯狂的轰炸之下 以领药业自己发生 哎呀这个可以治疗轻中度的 COVID-19的患者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的相关研究啊 我们正在进行当中 啊那个请妞来 也就是说 这么一款上市了18年 销售额上百亿的神药 竟然还未通过安全 和有效性的测试 果然网友们也扒出 这款药都没有进行过 药品上市之前所需的双盲测试 不过有不少人这样认为 哎就算没有经过双盲测试 那怎么了 我亲生试过这个药 它就是有效啊 而且我身边的人 吃了也都说好 你怎么说 众所周知 我们今天的现代医学 证明一款药是否有效 是通过用一组安慰剂 和一组药物 分别对两组人进行测试 如果药物组的疗效 大于安慰剂组 即可证明药物有效 那么中国的传统医学中医 它的本质是经验医学 我们来举一个极致的例子 当你的肚子饿 你发现吃了饭 肚子就饱了 那么说明饭能够治疗肚子饿 这就是你的经验 口渴的时候 喝水就能解渴 那么说明 喝水能够治疗口渴 基于上述的经验 我们常常就会听到身边的人说 上次我得了感冒 试过各种打针吃药 都没有好 结果第二天就去找了一个老中医 给我开了一副药 回家吃完 当天晚上病情就好转了 他就觉得说 这个中医就是比西医有效 听起来似乎还挺有道理 但是让他病情好转的原因 有可能是第二天 人体的免疫系统开工了 毕竟百分之八九十的疾病 都是可以治愈 也有可能是头天吃的西药 第二天起效 当然也有可能 的确是中医有效 那么他究竟是如何把上述三种可能 这种挺复杂的事情 简单的得出中医有效的结论 换句话说 吃中药就好了 并不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 证明中医奏效了 有人可能觉得说 你别给我扯的没用的 吃了中药第二天好了 我觉得就没什么问题 我只相信我亲眼看到的 和在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事 那么对这一类人 我想再举一个更加直观的例子 就有网友 在网上抱怨说他的爷爷坚定的认为 人的牙齿是不能刷的 因为老人家亲眼见到过 那些每天刷牙的人一口牙烂掉 与此同时 他还见到过身边有人一辈子不刷牙 一口牙却健健康康的 于是老人家就得出了结论 牙是不能刷的 并且坚定的相信他亲眼所见 那么这位老人家的话 能不能够作为证据 想必大家都觉得荒唐 认为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认知偏差 所导致的因果关系混乱 那么其实上述的这两个例子 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只不过是夸张的程度不同而已 同样都是以他所观察的经验为证据 证明他所看到的就是正确的 那么传统医学 也就是所谓的经验医学 在过去的几千年来 利用的也是人们的这一种认知 有人可能会说啊 什么证据不证据的 这都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 我就是相信 一千八百多年前 某一个人写的一本书 崇拜中国古人的智慧 那拜托啊 这是玄学 是宗教好吗 但是话说回来 几千年的时间里 中国古人总结出一些有效的偏方 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中医论证的过程 却是一直被现代医学 所诟病的地方 听到这样 可能有人着急了 那你说了这么多 那你告诉我 这个莲花清瘟 它中成药 它到底有没有效呢 因为我吃了 它就有效啊 在聊开这个话题之前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这款号称神药的中成药 它究竟具有哪些成分 2020年5月 瑞典海关 曾经查获过一批这款神药 通过检测 该药中有大量的薄荷醇 对治疗病毒 完全没作用 澳洲海关 也曾经查获此药 通过检测 发现该药中 还有大量的麻黄碱成分 将其列为伪禁药物 因为麻黄碱和冰毒 甲基本秉安 在分子结构上 只相差了一个养原子 只要把麻黄碱中的 那个养原子去掉 就可以制成冰毒 那么麻黄碱呢 有抑制中枢神经的作用 能够收缩粘膜的毛细血管 减少鼻粘膜充血 所以吃了以后啊 你的鼻子就通了 也不流鼻涕了 鼻子一通 在主观上 你就会觉得 这个药让我舒服了 感觉特别有效 可感冒病毒被消灭 或者被抑制了吗 并没有 一旦要等待 你的免疫力发挥作用 但是麻黄的 另一个副作用 既然能让你的鼻黏膜 血管收缩 同样 它也可以让 内脏的血管收缩 从而使血流的阻力增大 因此啊 含有麻黄碱的药物 禁止用于有高血压 关性病 糖尿病 高血脂 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它的副作用啊 甚至曾经让一些 有冠状病心脚痛的人 发生过急性心肌梗死 甚至脑醋 所以 如今多数感冒药 都有号称 不含麻黄碱的标识 至于 移领药业 至今还在测试的安全性 说到这 你自己也能分析出个 八九不离十了吧 这款神药的本质 无非是一款 戴着中医玄学帽子 披着民族自豪感的披风 又架着政府宣传机构 推波助澜的七彩祥云 这么一款过时的感冒药 那么通常说到这里 还会出现 另外一种反驳的声音 说这个中医口碑不好 不是因为这个中医本身不好 声称 他的爷爷的爷爷 曾经认识的某个老中医 那些西医 想尽办法治不好的病 老中医给开了一副药 五天一喝就彻底好了 还是以前的中医 医术好 而今天这些医德高尚的中医 越来越少了 甚至有一些人 把中医给搞臭了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番话似曾相似 各大太极大师 掌门人被打败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跳出来说 传统武术过去都是杀人计 现在不让用了 只不过这个技巧不能再用了 用了几天之后就出人命了 古代的中医 这时候已被广泛认同 几乎都是靠着身边的亲戚朋友 所谓有效的口口相传 那所谓的这个口口相传 还有另外一个行业 特别的相似 再跟大家举个例子 假设我在古代的街头见到一个孕妇 我就掐指一算 然后对这个孕妇说 你肚里怀的肯定是个男孩 一年365天 我就说他365个 到了年底 至少会有一百五十个孕妇 来感谢我 说我是神算子 并且免费帮我做宣传 那么假如 我在古代碰巧遇到了今天的疫情 我就改行当医生 发明了一副吃不死人的麻杏 什么这个汤那汤 凡是上门来看病的人 我都会给他开一副药说 坚持持七天 你的病就好了 顺便呼吁了县太爷 又买通了他身边的师爷 在市井街头四处张贴告示 说我的神药可以治疗瘟疫 我们众所周知 今天的新冠疫情的死亡率 大约为百分之二 那么按照这个比例 吃了我药的人 至少有百分之九十八 都会觉得是我的药起效了 而来登门感谢 那么他们所相信的这个神药 有效的证据究竟来自于哪里 是药理和双盲测试吗 不是 而是专家党媒宣传机器 铺天盖地的宣传 和身边那一类 我吃了就有效的口口相传 在这里我想画一个重点 中国政府对网络上的虚假内容 可以说是零容忍 对社会中的谣言和虚假宣传 政府通常采取的手段 会是将其抓捕辟谣 电视认罪 有造成恶劣影响的 甚至会被判刑坐牢 然而这么一款 吹牛吹了快二十年 卖了数十亿盒 却还没有完成安全性研究的药 损害了人民的身心健康不说 甚至还有颠覆国家政权的可能 但是伟大的党和政府 却对这款神药一路大开绿灯 即便被揭穿了谎言 网上依然有不少人 把他们规则于 境外势力和资本 在背后搞的鬼 是要打击中国的民族自信 搞垮中国的神药 其实这点破事 在一个稍微正常点的国家 早就被公开的讨论来论证出来了 可中国的好多老百姓 却一会儿跟着去捧神药 一会儿又跟着去骂骗人 像个傻子一样 被人带着团团转 而国家支持传统文化发展的方针 无脑的支持各种中医药 号称要打造民族的自信 正是凭借了这么一身护身符 和上方宝剑 才会出现一堆什么中程神药 和中药注射剂 把国家真正有用的资源 都浪费在打造民族玻璃心上 而真正那些想去研发好药的药厂 却得不到资源 来开发真正有效的药物 最后我们再来揭秘 如何证明 吃了米饭肚子就会饱的因果关系 吃米饭也就饱了 是主观感受 但它并不能作为 饭能够治疗恶肚子的证据 那么双盲测试如何证明呢 安排一组人吃真米 另一组人吃不含碳水的假米 在吃饭的受测者和发饭的工作人员 都不知道真假的情况下 通过测量受测者饭后的血糖指数 如果吃了真米的那组人 血糖指数增高 而假米没有 则可以得出结论证明 吃了米饭能有效的治疗肚子饿 而大多数的中医 就和传武大师 不愿上擂台比武一样 不敢也不愿意进行双盲测试 这不就是中医药 一直都走不出中国的原因吗